据阿根廷福克斯体育报道,泽尼特中场帕雷德斯,否认自己为了回阿根廷看得比尔故意拿红牌,上周末,帕雷德斯在泽尼特对阵埃卡玛特的比赛中, 因两个无谓的败归动作两黄变异红被罚下,他将因此吹战球队接下来与莫斯科中央陆军的比赛,阿根廷要来报,陈球员是为了回国看老东加伯卡青年与河床的南美解放这杯职赛,首回合比赛而故意申请红牌,这引起了泽尼特球迷的不满,并在推特上攻击他,但球员否认了这一说法, 他说道,我本来周日要去阿根廷,但由于周中要去法国骑欧连杯,俱乐部建议我不要回俄罗斯,直接在周五从法国处罚,这些报道都是谎言,是阿根廷媒体捏造的,我没有故意拿红牌,我永远不会做这种事,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我去和俱乐部体育总监谈过,他们都相信我,扩展阅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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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